蝦仔酥 蝦仔酥 現在要為大家示範一道蝦仔酥 還是傳統小吃裡面的 很牛餅的菜喔 好 首先介紹材料 就是新鮮的蝦仔 還有地瓜粉 九層塔 還有胡椒粉 好 那我 把那個蝦仔先把它瀝乾 好 那我直接這樣 好 抓過來 記得喔 你要把它沾均勻 你不要說把粉放在這裡 這樣等一下會 枕頭就要整個殼 好 這樣子有沒有 好 那就把它 沾好了放在 邊邊 把它沾兩次會更大顆 外表會更酥 好 你看 現在這個已經都沾好了 反正我們再把它 先這樣子 拌一下 這樣才不會沾 然後炸出來會比較酥 好 炸蝦仔酥 就是把那個 一般人就是 這個後面才放 因為我這個先放下去 因為有的人 怕它腥味 這個先放下去 因為 減少它的腥味 你看 在這個時候要小心喔 因為那個油會噴 把它炸成絲碎 盡量要縮 好 這樣要起來 好 那我們把這個粉 倒一下 好 這樣子 好 這樣子放下來 好 就這樣子有沒有 慢慢滑下去 好 就是這樣子有沒有 把它炸 炸到它酥脆喔 好 一開始炸的話 你不會炸的話 一顆一顆放下去 才不會這樣連成一口 才不會這樣連成一口 才能這樣子把它 敲開來 好 算了它 現在已經熟了 但是油溫還不夠 你就要再開大的盒 讓它再炸一下 好 剛才先放絞成塔下去 現在 裡面的油很香 所以 不敢吃鵝肉的人也可以嘗試看看 不用怕它 它是很有營養的 好 那我現在把它撈出來 好 那我現在把它撈出來 就這樣很簡單了 已經把它炸好了 然後等一下我們要 裝在盤子裡面 就這樣把它放下來 可以把那個 比較肥美的 胖的放在上面 這樣子 這樣端出去客人 那時候 喔 好大一顆的鵝啊 好好吃喔 然後我們就 這個可以放在旁邊就好 比較好看 胡椒圓 你也可以這樣子 有沒有 稍微灑一下 或是放在旁邊 重口味的話 它可以 沾多一點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 蚵仔燒 就是炸蚵仔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道 對啊 啊 好 就是這樣子 好 溜口味 有